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大家好 我是陈一芬陈老师 很高兴再次见面 那么我们在上一讲次呢 介绍了生态的危机 防治 还有环境教育 以及资源的永续发展 在这一讲次呢 我们介绍第九章的前半段 科学教育以及科学博物馆 希望同学呢 了解科学教育 并且呢 妥善的利用 资源丰富的科学博物馆 本讲次的单元目标呢 有以下几点 我们了解科学教育的重要性 然后介绍科学教育的白皮书 了解科学博物馆的发展 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功能 还有介绍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介绍科学教育的意义 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 科学教育是经由科学性的探究活动 使学生获得相关的知识与技能 养成科学思考的习惯 依照科学方法呢 从事探讨与论证 运用科学知识与技能呢 以解决问题 进而形成对科学本质的认识 并建立科学精神与态度 于此呢 历程中发展创新与创造能力 与关心与关怀态度 使每个人呢 都能 与所有其他个人一起好好地生活 而且活得更好 科学教育呢 是教育的一部分 相对于其他的领域呢 它的特征是科学素养的养成 那么科学教育是一项全民的教育 涵盖所有的国民 培养呢 强调培养全民的科学素养 发展每个人的创新 创造能力 与关怀 关心的态度 接着我们请陈老师呢 介绍科学教育的内涵 好的 那谢谢韩老师 为我们点出科学教育的意义 那有关科学教育的内涵呢 基本上科学教育应该包括底下几点 第一个 科学 它是探讨 探究 能力 还有科学过程技能的一个训练 例如各种实验的操作技巧 还有提出假设 设计实验的一个过程 以及收集数据 做图 甚至于推论 还有反思 批判 思考等等 以及寻求并且累积 新的科学知识等等的能力 那以上我们统称为 科学过程方法跟技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科学知识跟概念的一个理解 主要包括科学社群 在我们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所研究讨论 而产生的一些知识 还有对自然界的了解 那这些呢 我们统称为科学知识 第三个呢 就是科学态度 态度统称的呢 是整个培养跟建立某种生活的一个原则 还有这种原则跟这种原则相辅相成的一个行为的方式 还有喜好倾向还有言论主张等等的 那过去数十年来 我们台湾的国力的发展 主要是依赖 经济成长跟科技的发展 而且呢 可以说支撑的国力发展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主要是过去的科技 还有人才的一个培育 影响造就了整个台湾 经济重大的一个发展 非常的大 其中呢 国内的科学技术人才的培育 还有一些留学生的回国创业 以及投入生产跟学术研究的行列 可以说占着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我们知道21世纪是科技的一个世纪 整个科学教育更需要在教育领域中 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 为了使整个科学教育的一个规划 能够配合国家的一个中长城的一个建设 还有永续发展的需要 同时兼顾到整个社会跟文化的一个背景 那科学教育的特色特性 还有学生身心的发展的一个状况 那这些呢 所以教育部在国跟国科会呢 在民国91年12月20号 21号召开了第一次的全国科学教育会议 那借着这个会议的召开呢 对整个科学教育勾勒出一个愿景 还有目标跟整个的策略 以落实整个科学教育的一个推动 进而呢 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 为我们国家发掘跟培养优质的科学人才 还有提高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那这一次举办第一次全国科学教育会议呢 也凝聚了各方的一个共识 以制定我国第一部的科学教育的白皮书的这个构想 那当然也源自于民间的一个科学教育基金会 那有关这整个科学教育的具体的目标 也就是这一次会议之后凝聚的目标呢 我们再请韩老师为我们做介绍 那么经过我们第一次全国科学教育会议的讨论 还有研议呢 我们科学教育的目标一定为 使每位国民能够乐于学习科学 并了解科学之用 喜欢科学之奇 欣赏科学之美 这项目标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科学呢 杂根于生活与文化之中 再来第二个 应用科学方法与科学知识的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 理性批判社会现象 并为各项与科学相关的公共事物 做出明智的抉择 第三个 借不断提升科学的素养 贡献于人类世界的经济成长 以及永续的发展 那么这个科学教育白皮书中 对科学教育的愿景 目标 推展 与学术研究的结论重点呢 我们摘入以下的整理 第一个 科学教育的愿景 科学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 相对于其他的领域 它的特征是科学素养的养成 因此 科学教育的理念呢 极为科学教育是一项全民教育 涵盖所有的国民 强调培养全民的科学素养 发展每个人的创新 创造能力与关心 关怀的态度 那么科学教育呢 是经由科学性的探究活动 使学生获得相关的知识与技能 养成科学思考的习惯 依照科学方法呢 从事探讨与论证 运用科学知识与技能呢 以解决问题 进而形成对科学本质的认识 而且呢 建立科学的精神与态度 于此呢 历程中发展 我们刚刚讲的创新与创造能力 与关心与关怀的态度 使每个人呢 都能与其 与所有其他个人 一起好好的生活 且活得好 这是科学教育白皮术的 一个基本的理念 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 谢谢各位 接着呢 我们请陈老师来介绍 科学教育的实施的目标 好的 那么有关科学教育的目标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世界各国科学教育的发展 还有改革跟趋势 进而比较国内的实施的现况 那我们发现整个科学教育 至少应该包括底下几点 第一个 科学探究能力跟科学过程的一个技能的一个训练 例如各项实验的操作技巧 还有提出假设 还有设计实验的过程 收集数据 做图 推论 以及反思 批判思考 以及寻求 并且累积新的科学知识等等的能力 那这统称为科学过程的方法跟技能 这是第一项 那第二项科学知识跟概念的一个理解 主要包括科学社群 在我们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所研究探讨而产生的一些知识 以及对自然界的了解 那这个我们统称为整个科学知识 那第三个称为科学态度 态度指的是说 培养跟建立某种生活的一个原则 以及这个原则相辅相成的一些行为的方式 喜好倾向 以及言论主张等等的 那么世界各国 除了基本着重的一个科学精英人才的培育之外 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 也逐渐成为整个科学教育的另外一个重点 第四个 接着我们介绍 在全民科学的教育的理念之下呢 那世界各个先进的国家 也纷纷制定了国内的科学教育的一个目标 那纵观这些内容措辞 虽然各国有所不同 但是仍然脱离不了前面介绍的三个内涵 那依据以上我们介绍的一些理念跟范畴 而且经过了第一次全国科学教育的会议的讨论跟研议呢 也渐渐形成了我国的科学教育的目标 那明定如下 使每位国民能够乐于学习科学 并且了解科学之用 那喜欢科学之奇 欣赏科学之美 这是很明确的目标 那科学教育的推展 我们可以从底下几个方向来进行 第一个就是国学校的一些科学教育的课程 还有教学跟评量 那各个阶段的课程教学跟评量呢 是整个科学教育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 除了根据前面所制定的目标的一些各项的准则 标准之外呢还需要有足够的一个行政资源 来配合整个教学资源 那才能够形成比较恰当的一个 各类课程的一个设计 是相辅相成的 那第二个学校中的一个科学教育的师资培育 在整个科学教育品质的优劣 也细乎在科学教育的师 教师的素质的良幼 因此呢整个科学师资的培育呢 应该要有其主体性 在面对整个快速的科技发展 跟社会的变迁 还有科学教师能够应用当前的科学研究的一些文献 能够理解整个科学教育的目标 还有课程还有教学学习以及评量等等 所强调的一些主要内容 也能够依据其相关的科学本质的一个教学信念 把握到整个科学探究 还有创造的一个精神 来协助协助学生具备有创造 还有关怀的一个基本的智能跟态度 同时能够乐于学习并且欣赏科学之美 也能够把科学的知识应用在整个生活之中 疲能使的学生能够培育 对于生活具有热情 而且负责任跟生产力的一个国民 这第二点 那第三点呢 就是大众 大众科学教育的一个推动 我们知道科技已经广泛的渗透到了社会 还有生活的各个领域 不但形塑了当代的一个社会组织的一个 整个的运作的一个形态 也影响了我们个人日常的生活 还有工作跟学习 以及社会大众 科学教育的一个加强疫情重要 那大众科学教育的一个推动呢 应该要强化各相关资源的一个引入 同时把它转换成科普知识 并且畅通各类的一个管道 传送回来传送给社会大众 这是第三项 那第四项呢 就是有关科学教育中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 那我们知道科学教育的一个人文关怀呢 是科学的学习历程中呢 同时养成关心跟关怀生命 还有大自然的一个态度 那这一项的学习呢 应该包含在课程 还有教学 还有评量 以及师资培育 以及大众科学教育之中 也就是前面讲的三个重点 我们应该把社会的整个大众的教育 也涵盖在前面三个重点之中 那接着我们再请韩老师 为我们介绍有关科学教育的 相关的一些学术上的研究 那么我们知道科学教育的学术研究呢 那么它的涵盖的范围甚广 由政策 课程 教材 教学和学习 学习评量 师资教育 乃至大众科学的教育等等呢 皆属于科学教育学术研究的一个课题 那么科学教育学术研究 不管是基础研究 或者是应用性研究 都应该具有影响 或改进科学教育实务的一个潜力 因此呢 展望未来 要投入科学教育的努力 将倍增于过去 不仅呢 要保住已有的辉煌成果 更应开展出丰硕的一个未来 科学教育的政策 与科学教育环境的一个建立呢 我们可以分成短程目标和长程目标 在短程目标方面呢 我们加强教育部与国科会的联系 邀及专家学者以及其他相关的人士 根据呢 这个科学教育会议的结论 订定国家科学教育政策与执行方案 包括订定相关的法令 建立相关单位间的一个协调 与统合的机制 经费与资源运用的一个统筹规划等 那么在长程目标呢 藉由合适的法令规章 据以呢 研定适切有效的行动方案 建立良好的科学教育环境 与评鉴还有回馈机制 再来呢 我们介绍科学博物馆的发展 那么数十年来呢 科学博物馆的展示功能呢 由过去的贵族化与少样化 逐渐转变为平民化与多元化的博物馆 观众呢 由过去的精英阶层 拓展到涵盖中下层的广大群众 展示与营运措施呢 一朝向以观众为主 观众为尊的方向进步 展示内容呢 与呈现的媒体 更是日新又新 日益的丰富 那么科学博物馆的教育呢 应该包括科学概念的教育 科学方法的教育 还有科学价值的教育三方面 那么我们在科学概念的教育中呢 我们要将学校的科学知识范围精简化 以浅化学习的深度 科学概念的教育能将科学的知识教育 导向应用化与生活化 有别于较重视内容数量的学校教育 期望能培养出具有世界观与整体观之人才 那么在科学方法的教育呢 我们以科学方法的学习可以培养应变的能力 面对不确定特性时候呢 具有适应复杂环境与解决不确定问题的能力 再来在科学价值的教育呢 让观众以宏观的角度来看事情 以多元化的方法能思考事物 并正确地判断事物的价值 不只传播科学知识的真 更要传播科学伦理的善 与科学艺术的美 我们先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谢谢 接着我们来介绍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那么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呢 座落于台中市是国家12项建设文化建设项下面呢 科学博物馆计划中的第一座 从主管机关教育部着手规划 到全馆对外开放 整整花了15年的时间 经费达50余亿元 对我国而言呢 如此规模的一个国家级自然科学博物馆 可说是一个超过半世纪才实现的一个理想 由于又是首创 没有成规可循 只有参界外国的资料 斟酌国内的环境及条件 摸索前进 在一连串的事物与学习的 知可的筹备过程中呢 终于在民国82年 全馆呢 落成对外开放 那么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主要提供观众服务 科博百科 自然科学文灾 科学教育活动 植物公园 与生命科学等资讯 那么展示呢 结合了科学精妙与艺术之美 分其完成了各展示厅 传达了整个地球演化的自然史 观念呢 还有生命的故事 我们请陈老师 接着呢 对管区做个介绍 好的 那么有关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它主要管区 包括六大主题 那展示的内容分别是 第一个科学中心 科学中心 那它主要是包括 科学探索展示区 还有机体电路的一个世界展示区 以及天文气象 物质世界 幼儿科学园 以及户外活动区等等的 主要它是鼓励观众 能够动手操作 并且主动参与 来引发探索的一个兴趣 可以发挥整个博物馆的 一个教育的功能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我们称为生命科学厅 生命科学厅 那顾名思义 它就是以大自然中 存在的奥妙为主 包括一些奥妙众庙之门 还有生命的起源 植物的演化 还有生命登上陆地 恐龙时代 甚至生命征服天空 道灭绝 还有哺乳类的演化 以及适应 还有人类的故事 人口跟粮食 以及我们的身体 或是一些树 形 还有彩色世界 大自然的声音 等等的展示区 同时呢 它也把恐龙最前沿的一个知识 结合最珍贵的一个标本 跟模拟象征的恐龙模型 在民国九十三年八月六号期 也开始展示这个整个全新的一个恐龙时代 跟大家分享这最新的恐龙的故事 这第二个 那第三个我们称为中国科学厅 那主要内容 当然包括中国的一些医药 还有中国的科学跟技术 还有中国的农业 以及古代的中国人 还有中国人的一些心灵生活 跟台湾南岛民主 等等的六个主题 那此外呢 在这个中国厅的对面二楼 也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动物园 那希望藉由这个活动活体的一个展示 提供给观众一些相关的一些生物的知识 同时创造跟动物接触的一个经验 一种体验 第四个我们称为地球环境厅 地球环境厅 那除了鸟坎 还有环境 整个立体的三个剧场之外 也包括围观世界 云云众生 还有台湾自然生态 以及矿物展示 等等的四个展示的主题 以及十八个剧场教室 那涵盖很广 包括地洞经破 还有足下宝藏 银海探奇 人跟环境 物种保育 还有物质与能 等等的六个主题 好 第五个 植物园 那植物园占地大概五公顷左右 那包括有龙起的珊瑚礁 蓝鱼 海岸林 还有台东苏铁 北部低海拔 中部低海拔 还有南部低海拔 还有季风雨林 等等的八个户外的生态展示区 以及热带雨林的温室 合计超过八百种的 一些植物的盆栽 都有涵盖在里面 第六个我们称为剧场放映 那剧场放映 它利用一些现代的一些声光 还有电话 等等的科技的设备 为观众设立的太空 还有立体 还有鸟看 以及环境剧场 等等四个剧场 那每一个剧场的设备 还有效果 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特色 好 在介绍完这个之后 我们接着用透过 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网站 来跟各位同学 在做更详尽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画面来看一下这个电脑画面 这是画面上呈现的是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一个首页 那这个首页里面 同学可以看到他相关的一些资讯 包括第一个我们先介绍 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地点 那这个地点主要在台中的中港路 台中的中港路 那中港路其实同学如果自己开车去的话 可以直接下中港的交流道 或者是如果同学搭高铁去的话 有免费的接驳车都可以到达这个地点 那开放的时间 平常的话是八点到晚上五点 那礼拜三是免费的进场 所以同学如果要降低成本 可以利用礼拜三九点到十点之间进场 那有关刚刚介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 比较同学可能从这里面 网站里面可以浏览到很多 那我们刚介绍的比方像说巨场 太空巨场 那太空巨场每一个时段 他大概每半个月会更新一些资料 那比方像说放映的影片里面 同学可以从这里来看得到 目前展示的就包括加拉巴哥群岛 还有人与海洋等等的 那每一个巨场放映的时间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半个小时左右 那每半个月左右会更新 那更新这些资料 那目前太空巨场刚介绍过了 那立体巨场目前放映的是像 野性非洲还有前海生机等等的 那SOS巨场包括Size on a sphere 等等的 那鸟看巨场目前放映的就是 大自然的奥秘等等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有关的 立体巨场来讲 立体巨场但涵盖的很广 那同学如果有经验过的话 他是立体呈现的效果 包括阶梯式的座椅 还有最高解析度的4K的原一些 剧场的数位投影系统等等的 那同学坐在里面观赏的话 有深立其境的感觉 包括一些3D的投影的效果 还有一些立体电影的效果 甚至座椅也会模拟一些剧场的 一些动态的效果 那这里有一个影片 这里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得到 比方像这个在播放这种野性非洲的时候 甚至同学可以身立其境的感觉到 整个剧场的一些 包括座椅会跟着左右放动等等的 一些效果 那除了这个动态静态的展示之外 那有一些教学跟活动 同学可以从这边来搜寻到一些 相关的一些导览 还有科学展示 甚至有一些动手做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甚至科博馆 科学博馆可以安排导览的活动 安排导览的活动 那当然是要事先预约 那如果说透过我们一些空中学院 空中商专 我们可以做整个群体式的导览 群体式的导览 那当然提供很多优惠的一些活动 那一些甚至 我们再看一些学习的资源 学习的资源 那学习的资源里面 因为它是自然科学博物馆 所以它也提供一些 线上的一些学习的一些资源 比方像一些生物多样性 或是矿物多样性 或是环境的变迁等等的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比方像演化来讲 它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非常多的一些资讯 包括鸟类 人类 甚至化石类等等的 那其实这里面提供非常多的资源 或是甚至线上展示 生物医学 天文学等等的 可以说是非常多的资讯 那这个是我们自然科学博物馆 那我们课本里面还列出很多 包括海洋生物博物馆 海生馆 还有科工馆 科学工艺馆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自然科学博物馆就介绍到这里 那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网站 到下一个讲次我们再会跟同学做介绍 那接着我们再请韩老师 就为我们做一些补充 那谢谢陈老师直接上网给我们介绍一下 科博物馆的内容 那我们本讲次就到此 下讲次我们要介绍第九章的后半段 主要是介绍科学传播的各种媒介途径 而且介绍科学杂志与网站 欢迎下回按时收看 再会